大家好,我是你妈的喵哥 由于去年年减改革之后 七座车不再像以前一样 需要在前面六年里面作为上线年减 现在七座车也是个五座车 也是一样的 前面六年都是免于上线年减 所以到了今年之后 咨询喵哥买车 关于七座车的朋友越来越多 今天喵哥就从很实在的角度 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这个买车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考虑七座车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放开二台 已经有好些年了 甚至家庭条件好的 可能考虑生三个孩子 如果说再加上你父母 过来搬带孩子的话 那么一家人出去什么短途自驾 什么末期公园 带孩子出去玩一下 你也是五座车 确实不够用 家里两口子 再加两孩子 再加父母 那就得超出一个人 所以七座车就变成了 很多朋友考虑的一个对象 再加上年减 确实没有那么麻烦了 那么我们买车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必要考虑七座车呢 目前七座车 基本上我发现很多朋友 选的都是这个SUV 然后还有一部分的MPV 但是这个SUV 从我自己试驾的情况来看 SUV的七座 最后排的座椅 其实实用程度并不高 说实话 做到后面很压抑 市面上很乐销的 这款七座车 就是汉兰达的七座 说实话 最后面的两个座椅 我是不愿意坐的 你要是跑个10公里 8公里 偶尔硬个急 坐一坐可以 你要是跑个几十公里 我真不愿意坐 因为这个坐的整个 大家可以看到 我坐到后排之后 我的脚 基本上就只能够 往后面缩着 而且整个脚是放不平的 往上面收起来 这样的话 如果坐的距离比较长的话 其实这个脚很难很难收 所以这就是SUV车型 七座车的一个很大的弊端 就是最后两个座椅的实用程度 确实不太高 这也是很多朋友 究竟的地方 但是由于SUV车型 比起MPV来说 看起来更帅一些 而且通过性 貌似更好一些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MPV车型 这个七座车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市面上 也是效的比较好的 七座车 从实用的角度来说 就这款车子的座椅布局 尤其是最后一排的空间 我觉得比几十万的 这个汉兰达实用多了 虽然说车子 没有这个汉兰达的车体大 也没有汉兰达长 但是呢 由于它这个本身车体结构不一样 所以MPV 它整个车内的空间利用 是要比SUV是要好一些的 尤其对最后排的实用性 会高很多 虽然说大家把座椅 全部运上之后 后备前的空间都很小了 但是呢 至少MPV比起SUV来说 它的最后排 你坐上轮 刨个长途 基本上也还是可以接受 至少不限SUV一样 整个人窝在后面 感觉这么难受 所以呢 通过对目前市场上 这两种主流的 这个七座车型的分析 我们发现MPV 以这个SUV的七座车 它的实用程度 是要高不少 虽然说SUV这个通过性更好 车子看起来更帅气 但是这个车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 它的实用性 比外观也好 比这个通过性也好 应该是属于 优先考虑的选择对象 因为毕竟你开开SUV 你也不会一天到晚去跑烂路 再说了 所有的车子 外观看上去 虽然有多霸气 多帅 你也不会天天对着来看 如果好用 你会更喜欢这个好用的 好看呢 就像个花瓶一样 放在里 偶尔看开心 假如你家里面 确实人口比较多 尤其是这个家庭活动 组织的比较多 周末经常去公园玩的话 我觉得这个七座车还是蛮实用的 如果说对七座车的利用率很高的话 我个人还是优先推荐大家 可以考虑这个MPV车型 但是说你觉得这个MPV车型 家里面家庭活动组织的也没那么频繁 一年到头呢 只是这个过年啊 或者放长假的时候 才会全家人一起出动 那么这种情况呢 你考虑七座的SUV也无妨 毕竟你的车子 七座全部用上的时候 几率是比较低的 只不过的说呢 要用车的时候 只是偶尔应个急的话 那么买七座的SUV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假如说 家里面本身这个人口就不特别多 比如说就是一个三口之家 或者四口之家 你父母也不跟你们住在一起 基本上很少用的 喵哥个人 不太建议大家去买那种非常大的车 好了 相信通过喵哥的分析 大家心里都一边补了 如果你也赞同喵哥的观点 给喵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